看到啊,一個原本就是很乖 然後很用心的一個年輕人,才20出頭 然後看他躺在病床上這樣 真的會覺得 希望他真的有奇蹟 會講奇蹟就代表著 希望比較渺茫 但是不會沒機會,就是奇蹟 希望有奇蹟 我的好朋友 超級好朋友 最真心的好朋友 一起來了這個演唱會 陪我度過這個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夜晚 然後 能夠一起在台上 然後跟他一起在台上跳舞唱歌 我覺得是一件 很幸福也很難忘的事情 超級幸福 超級難忘 我們上司大明星棒球隊 之前有加入了一個新寫 一個年輕的朋友 叫做大酒保永泰 前一陣子發生了一些事情 自從他的租屋處發生了火災之後 他到目前為止就是一直 一直都 一直都 都還是需要仰賴著奇蹟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 呼吸 然後 然後 永泰 很乖 很有禮貌 很認真 很無力耶 真的很無力 人生 生命就是真的是好脆弱 你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看到啊 一個原本就是很乖 然後很用心的一個年輕人 才20出頭 然後看他 看他躺在那病床上這樣 你真的會覺得 唉 就成如我之前講的 前面講的就是 不要老是在那邊看到什麼 就不熟 看到什麼就不開心 在那邊他怎樣 他怎樣 他怎麼樣 影響我怎麼樣 有那麼重要嗎 真的不重要 人走了 就是 就是人發生什麼事 戰爭了 怎麼樣了 你 你能預期嗎 你還能怎麼樣呢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是吧 希望他 真的有奇蹟 會講奇蹟就代表著 希望 比較渺茫 但是不會沒機會 就是奇蹟 希望有奇蹟